您的石膏墙可以小孩、宠物、门把等受损坏 不过您不需要忽视这些破损 只要几个步骤 我们会教您如何修复轻微 一般甚至于比较严重的破损 让墙恢复原本的模样 今天我们会示范如何修复几种大小不同的洞 像轻微的钉孔破损 或一般的1至2.5英寸破洞 及脚位严重的2.5英寸以上破洞 例如门把可能造成的破损 修复石墙板有多种方法 我们今天要示范的简单步骤 只是其中的几种 让我们由轻微的破损处着手 如果您要修复钉子或螺丝孔 例如挂花像留下的痕迹 小凹痕或墙纸破损 只要涂上少量甜泥料 风干后用沙子摩擦 修复凸起的钉子很容易 这些是我要修复凸起钉的工具 包括另一根钉子或石膏墙螺丝 锤子或电钻和钻头 预先混合的接缝填料 刮刀和磨砂海边 您也需要防尘口罩及护眼镜 您要更多与本工程相关的资讯和可列印指南 请到Rose.com slash Chinese 开始前 先确定您要修复的范围是否干净 此外 由于旧钉子已经无法固定 石膏墙必须重新固定 如果不重新固定石膏墙 钉子会再凸起 拿新的钉子或石膏墙螺丝 在凸起的钉子上方约1到1.5英寸的位置 钉入力柱中 确定新的钉子或螺丝钉表面 不超出石膏墙表面 或变成凹洞 但不要钉太深而撕破墙子 把凸起的钉子钉入 这种修复工程 您可用接缝填料 又称泥浆 您也可以使用甜泥料 甜泥料比接缝填料粘稠 专为修复轻微的破损而至 我们会用接缝填料 进行所有修复工程 我会使用刮刀 把接缝填料涂在破损的地方 说到刮刀 这种工具有许多不同的大小和种类 您要修复的范围越大 需要的刮刀就越大 想找到最适合您工程的刮刀 请洽询LOS的销售人员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可烈印指南中 找到其他咨询 在这个工程中 我会使用小型的刮刀 在刮刀上涂上少量的接缝填料 覆盖凹洞 在表面涂上一层薄填料 和石膏墙表面同高 注意边角不要涂过多的填料 等24小时 让填料风干 填料风干后 用磨砂海绵将表面磨平 这个步骤有个秘诀 您可以用磨砂纸 但比起磨砂纸 湿海绵比较不会产生灰尘 如果您使用磨砂纸 可以用油漆胶带 在摩擦的范围下方 粘一个塑胶带 让灰尘落入袋中 这样就完成了 在油漆前 记得上底漆 对于稍微大一点的洞 如1到2.5英寸 及穿透石膏墙的洞 修复的程序稍有不同 进行这类修复 我会使用下类工具 预先混合的接缝填料 填料盆 刮刀 自粘式补墙片 海绵研磨片 和侧布 您还需要底漆 油漆和油漆用品 开始前 先确认要修复范围的石膏墙 是否干净 接着 拿一片自粘式补墙片 以洞为中心 贴上补墙片 用刮刀 残起一些接缝填料 开始覆盖补墙片 及石膏墙 持续涂抹接缝填料 直到完全覆盖住 石膏墙补墙片 使用刮刀 刮出多余的填料 确认接缝填料 平坦地涂抹在补墙片上 等填料封干后 用磨砂海绵将表面磨平 在第一层涂料上 涂上另一层填料 并等填料封干 在第二层封干后 再用磨砂海绵磨擦 修复完成了 接下来涂上一层底漆 再上漆就可 现在让我们来修复 较大型的洞 直径2.5英寸以上 或2.5平方英寸以上的洞 例如门把所造成的破损 步骤也不同 需要工具包括 接缝填料 刮刀 填料盆 一小块石膏墙片 卷尺 工具刀 石膏墙锯 手锯 铅笔 以及磨砂海绵 您或需要木材试条 石膏墙螺丝 电钻 钻头和电筒 首先拿起电筒 检查破洞的内部 确认其中没有电线或随管 然后测量要修复范围的大小 用工具刀 从石膏墙补墙板上 割下比您测量尺寸 要宽约1英寸的墙板 将切下的补墙板 覆盖在破损范围 沿着补墙板的边缘 在墙上用铅笔做记号 使用石膏墙距 沿着铅笔记号切割 把损坏的地方切除 如果补墙板没有衣服在现有的立柱上 需使用一条木材试条 或一层二的木材试条 和石膏墙螺丝来建立秤电 依照补墙板 脚长一侧的长度 将木材试条切为两条 约该长度1.5倍长的秤电 将木材试条固定在要修补范围的后方 固定位置后 用电钻和石膏墙螺丝 由顶端和底部 把木材试条固定在石膏墙上 在另一端重复相同的步骤 进行下一步前 确认两个木材试条都已固定 接着把补墙板迁入石膏墙中 用石膏墙螺丝 把它固定在立柱上或秤电板上 再用网状石膏墙胶带覆盖缝隙 在修复范围上涂上一层薄的接缝填料 以大约6英寸的宽度覆盖胶带 然后风干24小时 然后用砂纸或海绵磨除涂出的部分 在修补范围上涂抹一层薄的接缝填料 均匀涂抹超出前一层接缝填料即一英寸的位置 等24小时风干 用砂纸或海绵将修复区域磨平 好 可以涂底气了 您的墙也将恢复原状 如果破损是门所造成 考虑加装门板防撞器 您不需忍受住在破损石膏墙的房子 您看 我们只花几个步骤 就让破损的墙壁恢复原状 如果您想观看其他工程 协助您修复和修散居家 请上网los.com.chines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